发音ad的英文单字跟例句 这个ad比较特殊 因为是美国音 英国音基本上没有 中文也没有 就是嘴巴比较张开一点 发音在后面 偏后面偏下面的部位 就是英文单字很多有这个ad 不少 我们来从这个单字跟例句熟悉一下 因为这个华人 不管中国人台湾人比较发不出来 这种音发得出来 就感觉上会比较讲英文 比较字正腔圆一点 像abacus 当然它有两个a 是第一个a 第一个a是ab 第二个就不是abacus 因为第二个a是abacus 什么意思啊 算盘 打算盘 中国特有的算盘 现在不用了 the girl can use an abacus 这女孩子呢 她会用算盘 the girl can use an abacus abaloni 也是第一个a abaloni abaloni 什么呢 鲍鱼 酒头鲍啊 鸡头鲍 鲍鱼罐头嘛 很好吃 软软的嘛 有点嚼劲嘛 本身没味道嘛 喷挑以后就很好吃嘛 鲍鱼 an abalone looks like a large oyster 鲍鱼啊 看起来就像一个很大的牡蛎 牡蛎更软啊 有一点点像嘛 Oyster就是牡蛎嘛 就是后叫Oa嘛 台湾叫Oa嘛 abby abby什么东西呢 abby 那什么意思呢 一般人可能会念成 Apicus Abeloni Aby 可能会这样子念 老外呢 美国人呢 他大概也猜得出来 可是他就觉得 你就不是美国人嘛 或者你不是住在美国嘛 所以像这种鲍啊 因为我对发言有研究 我没去过美国 根本没有在那边念过书 所以老外不认识啊 就跟他讲一讲 他就问我说 你在美国待了多久 或者是你从美国回台湾多久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这些银啊 他会发出一些银啊 我陆陆续续会讲 除了这个银 当然还有其他银 就是美国特有的银 那这种银呢 发了出来啊 然后表达也没什么问题 他就觉得你就从美国过来的 或者在美国待相当一段时间 不然一般发不出来嘛 有很多华人呢 在美国住很长久 也不见得发得好 阿比就修道院了 这就是拜访嘛 参观嘛 拜访嘛 一个古老的修道院啊 在法国南部 这个就不要讲南法国 我们讲 所以英文发展中文啊 要合乎中文的语法 就法国南部 那France呢 英文比较发France France 美国就比较念France 这个France也是 Abb的音 一样 Abb的音 Abb的音 France 所以我们从啊 发音 有些关键词发音就知道 它是美国 英国 甚至加拿大 加拿大也很多很多不同的音嘛 澳洲 纽西兰 南非的白人 等等 Abdomen Abdomen 就腹部啊 有时候腹部 我们就觉得 很多这个字啊 叫同意字 记忆字 相似字 你说它跟Belly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Belly嘛 是Abdomen Belly 这是腹部嘛 总有差别吧 不可能两个字不一样 完全没差别 当然有差别 就是 写字的时候 写文章的时候 比较用Abdomen 口语比较Belly 另外也可以讲 英文比较用Abdomen 英文 它比较是 比起美国来 它是更是文周周的嘛 就像北京人 讲普通话 跟台湾讲普通话 也是不太一样 美国人比较用Belly 那你说 Stomach 也是肚子啊 这个Belly 就是肚子啊 Abdomen 一般就用Abdomen 但是腹部Belly 会有多一个 叫UnderBelly 就下腹部 那Stomach呢 也是腹部嘛 那Stomach跟Abdomen 跟Belly 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Stomach 是里面你看不到的 但外观也稀里糊里 也不管了 腹部叫Stomach 但严格讲起来 Stomach是胃 胃 里面看不到的 外面看到肚皮啊 腹部啊 就Abdomen 跟这个Belly You have to do some exercise to flatten your abdomen 这Flatten 也是这个蝴蝶音啊 这个像蝴蝶嘛 像蝴蝶音 Ab Flat 可以是形容词 可以是副词 那动词就变平嘛 Flatten 所以我们去 英文要去家族字 这个字 它的同样一个字啊 它的名词 形容词 动词 副词 有没有尾巴 这种变化 有时候是前面啊 所以Flat 就是很平的嘛 变平的嘛 但是说变成很平的 就是这个Flatten Have to do 就是你必须要做一些运动啊 体操啊 让你的腹部 变平一点啊 可能比较多嘛 Absence Absence就是 不在 学习 教课 如果是上班的话 就翘班 如果上学 就翘课 如果是开会 就是 没出席 反正就是不在的意思啊 His absence from meeting was caused by illness 这个meeting 就是会议嘛 会议的英文词很多嘛 最普通的就是meeting嘛 然后比较专业的会议啊 或者我们讲研讨会 叫Seminal 像什么民主党 共和党 什么大会啦 什么工会啊 这个职业工会啊 Convention 很多这个什么 教会啊 聚会啊 这个 Congregation 就有很多 很多会议啊 他缺席这个会议啊 因为 What's caused 被什么 所造成了 生病 他因为生病了 所以缺席会议啊 所以没有 参加会议 当然absence 是名词嘛 absence 是形容词 但是这个 absence 形容词啊 也可以当 动词 但动词软件 absent absent 但是 他就不是发蝴蝶音 就没写出来 she is absent without leave 他没有出息 教班教课 leave 很多意思嘛 也可以输液 名词输液嘛 也可以动词离开 或留下来嘛 这边是 就是 名词 病假 请病假 所以很多意思 所以英文呢 一字多语最麻烦 一个字很多意思 一个字若干个词性 最麻烦 she is absent without leave 就他这个 没有出息 教班教课 但是没有请病假 absolute 就绝对的 这个形容词 absolute ab absolute 副词呢是absolutely absolutely beauty has no absolute standard 就是美丽 漂亮 广东话 很亮 很亮 廖女 名词是beauty 形容词是beautiful 动词呢 beautify 副词呢 beautifully 这个beauty有两个名词 一个就是一般讲的beauty 另外一个就是 好像经过怎么样的变成美丽 叫beautification 所以你看beauty beautify beautiful beautifully beautification 这些字 当然另外再加其他字变 衍生字 像beauty salute 就没有用 美丽没有绝对的标准 standard是标准 absolute 副词 副词大部分修饰动词 少部分修饰形容词跟其他副词 所以副词修饰的比较多 但是副词最麻烦的就是 最常用的副词是没有ly的副词 那个一般很多人就搞混 因为第一个 没有ly的副词不知道还是副词 或者知道它副词 可它有可能是形容词 有可能名词 那个没有ly的副词最常用 但是词性比较多 It is absolutely impossible for me to go impossible是副词嘛 不是啊 形容词嘛 这个副词修饰形容词嘛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副词修饰动词 其实也可以修饰形容词 跟其他的副词 impossible是不可能的嘛 mission possible 那你说为什么不讲 impossible mission 基本上 形容词放在名词的前面 可是有原则必有例外 它有一些形容词 它习惯放后面 有一个缺点 让人家误以为是形容词 误以为是副词 它的形容词 大概有一层的形容词 一层不会超过一层 它放在后面 有九层的形容词 是放在名词前面 所以碰到放在 习惯上放在后面 比如说名词 放在名词后面的形容词 这就是一般人就比较搞不太懂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分明对我来讲去 去那边了 或者离开了 我不可能离开了 最好的中文就是 也不要说 这是绝对的不可能的 对我来讲 去什么地方或离开 中文就很烂 就说我不可能走了 我不可能离开了 这就是很合乎中文的语法 所以中文翻成英文 要符合英文的语法 就习惯了 外国人习惯 英文翻成中文 也要是好的中文 也不一定什么多好 就是要听得懂 习惯用法 不要说你翻成中文 你才觉得怪怪的 Abstract 这个字当然很多词心 你可以名词形容词 动词 因为这边主要是讲发音 那些词心就不管了 Abstract 这边是当形容词 Abstract 所以我们记一个字 可能英文课本上 我老师说这个什么字 但是我们心里有一个概念 它可能也有别的意思 老师说这个字什么词心 我们心里要想 它可能有别的词心 而不要死心意来说 这个字就什么意思 这个字就只有一个词心 这种人就是英文就学不好 所以Abstract 也可以当形容词 名词跟动词 A flower is beautiful but beauty itself is abstract 这个花朵很漂亮 这个A flower 不是一个花朵很漂亮 而是说花朵很漂亮 又A 又A 字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花朵 两个花朵不漂亮吗 一堆花不漂亮 就是代表那一种东西 就花或者花朵这种东西 是很漂亮的 但是美丽它本身是抽象的 因为每一个的标准不一样 抽象就从很多的项里面抽出来 Academy 这个蝴蝶银是第二个 不是第一个 第二个不是咒语 第一个是 我们说第二个是Academy 而就是学院嘛 什么叫学院 也是学校嘛 也算大学嘛 可是为什么不用University 要Academy University就一般大学嘛 里面有很多系嘛 系跟所嘛 Academy就专业 专业学校 比如餐饮学校 工业学校 工业学校 技术学校 飞行学校 等等 另外也可以当 军队里面的官校 不管是空军官校 陆军官校 海军官校 还有这些Academy 就是专业的 大学 大专院校 或者军事院校 我们讲军事院校 他去年 从这个 这个 本来是 药嘛 我们说吃药嘛 也可以说医药嘛 甚至也可以当医学嘛 他去年从医学院毕业 这 Graduate 也是蝴蝶银 Graduate Graduate 像 Academy Medicine Last Year 像这个Medicine 就不是蝴蝶银 就卷色卷一半 卷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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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Medicine 这个App 然后完全不卷蛇 而是A 所以 A 有三个 第一个不卷是A 第二个卷一半 像Medicine 或Telephone 第三个就是大卷蛇 像这个Academy Accident 就是意外 意外 意外事件 Accidents 会 happen in the Benz 这个Benz 也是 跟这个Medicine 要发音 卷色卷一半 这个是 英语 英语叫Proverbs 成语叫伊连 片语叫 或者短语 叫 A Phrase 然后 然后俚语叫Slam 然后什么洋青帮 这个 中文式的英文 日本式的英文叫Pigeon 这些 这个成语 成语就是 通常是一个句子 可是有智慧 口耳相传 永存千古 这些 字面上是 意外事件会发生在 Family 是家庭 Family 也可以当家庭 也可以当家人 就最好的家庭 那中文 就看不懂 所以 这个 业语啊 常常有学外之音 它的翻译啊 不一定是从字面上 那这个中文要怎么讲 天有不测风雨 人有旦夕祸 就说你这个 不管这个Family 是家人或家庭啊 因为这个应该是家庭 因为家庭呢 可以有担负数 家人不用 家人 我们家人就五个人了 他前面加一个 述词 叫 There are five members of my family 我家里有五个人 他本身不加S 但是家庭 有这个家庭 那个家庭 我们这个社区啊 有五十个家庭 他就复数 就是你这个家庭啊 最好的时候 最风光的时候 最顺的时候 也会发生意外 所以好的中文就发生 天有不测风雨 人有旦夕祸复 你好的时候 搞不好就有人生病啊 搞不好有人出车祸了 这个意思 Accuracy 就是正确 正确性 精确 所以这个中文啊 也不要去抠冷文字 你可以讲正确吗 也可以讲精确吗 也可以讲准确吗 因为它是名词 也可以加个性嘛 正确性 正确性 准确性 都可以嘛 所以为什么不要去抠冷文字 因为它上下文会变化嘛 I doubt the accuracy of your statement Statement就是你的陈述 你表达的一个意见 但Statement另外一个特殊 可以当对账单 行动电话 银行 或者相关的对账单 我怀疑啊 你的陈述 你所讲的话 你的陈述啊 你的陈述啊 的正确性 我怀疑 Accuracy 是名词嘛 行用词是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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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gave us an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the house 她形容那个房子 用很精确的形容 她给了我们 她对于那个房子做了一个 也不要说给了 做了一个很精确的描述 所以这个description是名词啊 动词是describe 形容词是descript acid acid 即以形容词啊 alemon is an acid Fruit就是水果 柠檬啊 这边不是说一个柠檬 是一种酸的水果 而是说柠檬 这一种E嘛 你也可以念A 也可以念R 就是柠檬这一种 水果很酸 所以我们在讲一个普遍性的时候 可以用Elemon 也可以用Lemons 可以 Elemon就是这一种 这一种什么东西 这一种柠檬 用所有的柠檬 都怎么样 所以两个都可以 你强调单一化就用Elemon 你强调所有的这种东西就用Elemon 两个都可以 看你角度 很酸的 要柠檬酸嘛 非常酸嘛 有丹宁酸嘛 是一种很酸的水果 Acne Acne什么意思啊 青春豆 面泡 粉刺 青春豆 Acne 当然 因为你们讲青春豆 粉刺啊 笼包啊 有若干不同的字 其中一个叫Acne Acne is very common Teenagers Teenagers是十几岁了 就未满十八岁 超过十岁 十四五岁啊 十三四岁 十一二岁都可以 就是在青少年当中啊 经常可以看到青春豆嘛 所以叫青春嘛 当然有原则必有意外 有时候你三几岁 有时候也会长嘛 也会长青春豆 一般是青少年嘛 可是不一定啦 成年有时候有会 有会 睡不好嘛 睡觉睡不好嘛 牙力大也会嘛 Acquiband Acquiband 这两个都是蝴蝶鱼 Acquiband 两个都是Acquiband 这两个A都是蝴蝶鱼 都是A 就特级演员啊 也不一定演员啊 就是做特级的人啊 The Acquiband walk and raise and perform difficult balancing acts 这个特级演员呢 他走在 我们说走钢索嘛 当然Rib是神子 但是一般是钢索嘛 他走在 你说绳子也可以啦 有的是走绳子啊 我们讲绳子好了 如果他走钢索 也可以当钢索用 这特级演员呢 走在绳子上面啊 特级演员就是表演 或实施 就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表演一个很困难的 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 Balancing Balance是动词 名词也可以啦 但动词呢 加ng它转成形容词 Balance平衡 动词也可以当名词平衡 动词加ng就转成形容词啊 平衡的 所以动词加ng 它可以变成名词 它本身也可以还是动词 就是 现在进行式 也可以转成名词叫动名词 为什么叫动名词 文化学家搞不清楚啊 它也是动词嘛 也是名词没办法 这叫动名词 也可以当形容词 那差不多啦 就是动词如果加过去分词 那也可以当动词嘛 就是被动词嘛 也可以转成形容词 所以过去分词 只能转成形容词 那动词加ng 可以是动词跟形容词 动词叫分词 名词叫动名词 act也可以动词一个名词嘛 act 这很多意思啦 whether he's done is a brave act 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很勇敢的一个行为 那brick是形容词 如果名词是bravery 可是他没有动词 action 就是也很多意思嘛 就是行动嘛 那也可以是电影 拍电影的时候 导演说action 就开始 cut 就是停止 拍不好 cut action People should be judged by their actions instead of breathing Breathing就是喂奶嘛 但是常常做什么 就是你的出生背景啊 就从小嘛 你被什么 被喂奶 然后就长大 这个什么意思啊 人们需要 需要 设备应该 这边翻成应该 被评论啊 被判断啊 被什么呢 有他们的行为 instead of 而不是 他的出生背景 就是一个人啊 他做事情对与错 或是与非 应该由他的行为来判断 而不是由他的家庭背景啊 你可以说这人做错事 可是你不能说啊 你家里很穷 你就什么都不对啊 你家里有钱 就什么都对啊 这个意思 action是名词 形容词是actor 你看这三个都相连嘛 叫家族字 act 可以是名词跟动词 action只能把名词actor 就只能是形容词 那他的副词 actively at 70 she is no longer very active 已经70岁了 他 女的他 不再是很灵活 active就是 有行动力的 或者灵活 或者积极 70岁了嘛 那就不太能动啊 行动就是 没那么灵活了 或者没那么好动啊 看你怎么翻译 这个也是衍生字啊 actor 就男演员 就是行动嘛 做行动 当然一般就讲表演嘛 男的表演者 我们就说 男演员啊 但是 不是男明星啊 一般明星 movie strong 当然一般就稀里糊里啊 男演员就男明星啊 但演员跟明星不一样嘛 就像歌手跟歌星 也不太一样嘛 男演员是actor 女演员是actress 都是发福电影 the actor was called before the curtain 这个不难 可是有时候看不懂 可能是联幕嘛 什么叫这个男演员啊 被打电话 或者叫 靠给事 在电话发明之前叫做呼叫嘛 大声叫嘛 叫人家名字嘛 有电话以后就打电话嘛 这个是 比如说舞台剧啊 就没什么打电话嘛 就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演员 这个一场习惯 要表演完毕 那个联幕可能会降下来 就是表演完了在联幕叫下来的时候 男演员啊 可能他的戏剧 又被叫出来 男演员 就表演很好 就是说 被叫出来 说你羡慕 我们叫羡慕 就出来在亮相的意思 actual就是很实际的 形容词actual 那副词是actual Can you give me the actual figures Figure很多意思啊 这边数字 你可不可以给我 很精确的数字 当然数字不止一个加S 那也可以当身形啊 就身体的形状 很多意思啊 actual 就是实际底啊 副词 actual 形容词actually 副词 那有没有名词啊 名词有啊 比较难一点 actuality She look old but actually She was very young 她看起来很老 实际上她年轻 就老像嘛 我一看啊 有没有四几岁啊 实际上只有二十岁 什么人啊 运动员 拼命训练 老太 十几岁像二几岁 二几岁像三几岁 四十岁以后就差不多 因为退休了嘛 不运动嘛 所以生病的人 运动员啊 就是身体有状况 或者是体力啊 用太多的就看起来比较苍老 当然有人因为天生就老像 adapt就适应啊 名词application she was great to adapt herself to new lifestyle 她很快的啊 就适应啊 后面上加一个反身代名字 就她自己很快就适应啊 一个新的生活形式 lifestyle是生活的形式 add是加嘛 加法就addition嘛 有很多延伸字啊 跟add相关的很多字啊 这边是动词 加上 if you add 5 and 5 也可以念 if you add 5 to 5 就你5加5 你就会得到10 if you add 5 and 5 you get 10 也可以讲 if you add 5 to 5 you get 10 这个10呢 TEN呢 是决策券一半 10 adequate 就足够的 适当的 are you getting adequate payment for the work you're doing 就是你上班啊 做职业 做工作啊 你是不是得到 适当的 或者叫足够的 payment就是薪水 你去上这个班啊 你的薪水合不合理啊 够不够 这个意思 are you getting adequate payment for the work you're doing 这一集讲真